現在是來看民進黨的台南市議員 主政憲 指控立委參選人李專教 在早上去 在台南市民議院參加公職時 對起腳掌手強迫 議員已經報案 提告 李專教的定義是說 因為這個議員在過去 又公開批評李專教費算 也講到說那當時 李專教只是把手放在議員的警察頭而已 就一直扣住 都沒有放了啦 就長達五分鐘啦 換完東西的總控 民進黨台南市議員主政憲 是控訴在委參選人李專教 兩個人在台南民議館住的時候 說他們是對他攝阿嬤棍被強迫 會在公開的場合有辦法 這麼的理所當然的對我做這件事情 第一個他的法治的精神可能不夠 他覺得這樣做並不是什麼嚴重的事情 那這樣也代表著在沒有人看到的地方 當我一個人的時候 我會遇到什麼樣的事情 這個是很難講的 主政宣傳說 當然要李專教控制自由 又對他大小的感覺 去英國的議員搜集公開 只控他過去飛算 李專教找理論 他都一直強調他自己是無辜的 他沒有會選 他沒有社會 他可以在他的平台上不斷的上播一些 有備於事實的資訊 難道我們沒有責任 去把真實的資訊揭露給我們選區的民眾嗎 就只是一個簡單的互動 怎麼會變成恐嚇 這種扭曲事實 難道是真的選情告急了嗎 他屢次這樣子一直抹黑李全教先生 不管是在網路新聞媒體 或者是公開場合 那已經對李全教先生 造成他的人格上的磨滅 台灣勢力殯儀館懷責廳 涉嫌妨礙自由等案 本分局已經受理 依法辦理中 你全教的定義也沒有拜託 提告朱振宣 毀邦 他都輸人不動損的訴訟 只不過憑依管 關鍵的鑑識區的民眾 警方以警察不公開不提供 事情的真相優待警方來釐清 即將進行動損的